每当中国国内发生动乱时 中共当局总是把责任推到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头上 许多网民对于中共当局这种做法表示深恶痛绝 许多网民还追根溯源 查出中国境外敌对势力的老祖宗 原来是苏联共产国际组织 接下来请看报道 2月8号 美国之音专题报道分析指出 只要中国国内发生动乱 中共当局总是把责任推到境外的反华势力头上 文章列举 1989年爆发六四民运 中共当局认为那场动乱是境外反共反华势力蓄谋策划 甚至把达赖喇嘛也视为六四黑手 指责他勾结民运人士 还有最近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风波 当时中宣部指称事件的发展有境外敌对势力介入 因为这个外来势力呢 这个定义首先他就没有定义好 他可能单独只是像这个反华 但是有些人并非是反华 他可能就是跟你政见不同 或者是对社会理解的这个观念不同 他就统统呢就是作为反华之力 外来势力 首先势力这个词你怎么理解 他用一个混淆的这个不清楚的概念 然后给你栽赃陷害 然后摆除他自己的这个责任 另外大陆四川省阿坝州两名藏人被控教唆自焚 中共喉舌报道中说 他们是受境外势力指使 教唆当地藏人自焚 实际上国内有很多不安定的 或者是老北京有意见的 根本不是什么外来势力 而是中共的统治所引起的 因为它的统治保持它的独裁专制 最大限度的榨取 名指名刀 写着人民的财富 差不多像现在你拆迁啊 现在这个黑打呀等等这些 实际都是中共写着人民财富时候呢 使得一种被关营的手段 大陆一名记者在微博上写着 境外势力这个词真的好老土 就是找不到任何实际的证据 但又想把人往死里整的万能高药而已 不过 到底境外势力的定义是啥 网友程先生回应说 凡是与党过不去或说党坏话 并破坏党形象 且心中无党的人 另一名网友小峰说 总想把矛盾引到境外去 其实所有的矛盾都在境内 马列是不是境外势力 香港作家也是自由撰稿人的张成爵表示 事实上 苏联才是中共最早的一个最主要境外势力 他从一开始他成立就是靠苏联嘛 拿卢布嘛 长江以后也是苏联支撑就嘛 各个环节 各个重要的时刻 都是苏联给他钱 给他人力 给他武器 他才能够生存 境外势力很明显的就是苏联 也就是列宁的祖国了 维基百科介绍 中共当年就是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的建议下创建 换句话说 中共依靠境外势力的支持 最终推翻了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中共开始执政也换了脑袋 开始对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恨之入骨 尽管如此 很多中国老百姓甚至包括一些中共官员 却对他情有独钟 但是实际中共自己也很明白 境外势力是他们的一个靠山 他的大官门的子女 子孙全部都跑到美国去了 证明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条船不行了要沉了 中国这些法律也是骗人的样子 摆着让人看着 真正在实际实施当中 没有人的严格按照法律办事 尤其是执政党 中共这党 所有官员都是气场满将 碰到具体的问题的时候 百姓在国内通过上访 通过上诉 通过起诉 他都不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他就觉得在中国 当你要遇到问题的时候 唯一可以得到比较公正 最大胆都是外来势力 只有外来势力 才能够讲公平 卷合理 卷公正 中国很多法民都希望借助外媒 帮他们伸张正义 连当初重庆事件的主角 王立军深处绝境 都跑到美领馆求助 中国法学专家赵远明表示 这说明在体制内的中共官员 面临生死紧要关头时 他们都寄希望于外来势力 感谢观看